《蠟燭金山橋社傳遞信息之聲》 歡迎收聽《金山之聲》 聽眾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AM1450美國中文電台 歡迎收聽今天的《金山之聲》 我是永青 今日節目主要內容有 舊金山中央地鐵開通 舊金山信德恆安堂2023董事選舉 舊金山恢復教會冬季庇護所計劃 4間東灣社區學院春季班免學費 聖馬雕正規劃未來10年可負擔房屋藍圖 明年1月起 聖河西持槍者需購槍支保險 灣區科技巨頭司科將裁員4,000多人 以下是節目的詳細內容 喬布記者吳出名舊金山報導 舊金山從三階輕軌延伸到中國城的中央地鐵已經完成 在11月19日星期六開始首日試運行 在早上6點半 多位加州舊金山民選官員和行政官員聚集在華埠百蘭站 準備搭手班車 入站前 政府官員和社區人士在車站上方舉行簡短的記者新聞發布會 方小龍牧師主持程序 舊金山前市長布朗表示 1989年舊金山地震導致唯一進出中國城的高速公路嚴重損毀 最終被拆除 中華總商會顧問白蘭因此積極努力爭取建造一條地鐵 從市區進入中國城 這個目標終於實現了 加州參議員威善高說 他住在舊金山卡斯楚區 Mewley就經過這個區 所以他深知地鐵交通對於社區發展的重要性 他很高興看到中央地鐵正式開通進入市運營階段 相信這條地鐵會為中國城商家、居民帶來實惠 加州眾議員丁佑立認為 中央地鐵對於中國城經濟發展十分重要 尤其在1989年舊金山大地震後 中國城因失去對外運輸的海旁高速公路 經濟大受影響 他希望中央地鐵的開通可促進中國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據舊金山市政府律師邱信福介紹 他在20年前就參與爭取中央地鐵進入中國城的工作 在那個時期力盡艱辛 他感謝華協中心的工作人員 感謝與他一起努力的舊金山市議會同僚 他很開心 工程終於員工通車 市議員佩思金 曼達文 斯嘉儀 消防局局長 尼科爾森 警察局局長 市角 交通局局長 陶武林 中華總商會會長劉韻芳 華協中心行政主任楊仲賢 社區租客聯會主席梁榮浩分別發現 當人們走入車站 在站台上舉行剪彩儀式 據了解 中央地鐵長 1.7英里 目前僅限於每星期的週六和週日提供服務 要到2023年1月7日才提供全面服務 隨著中央地鐵的加入 T線輕軌將成為Miuley地鐵系統的一部分 中央地鐵花費了15.78億 此項目資金主要來自聯邦交通管理局的新起點計劃 2012年10月FTA批准一項全額資助協議 即聯邦政府通過新起點計劃 為中央地鐵提供資金的承諾 總金額為9.42億 中央地鐵亦由加州大都會交通委員會 救金山縣交通管理局 以及救金山市同縣資助 僑部記者藏清救金山報導 11月20日 信德行安堂在舊金山中國城康年海鮮酒家舉行董事選舉 在選舉投票前 行安堂主席向出席活動的會員詳細報告了行安堂的堂務工作 報告中說 信德行安堂踏入第164年頭 傳來先宜門的黑勤黑檢創立基業 我們一直秉承創會的宗旨聯絡鄉儀 俘虜助藥 為鄉親謀福利 行安堂是一個非牟利機構 按政府規定每年須捐獻收入的10%至15% 本年度行安堂專獻給社會金額超過7萬元 如東華醫院、安老自助處、藍橋學校、中華中學校、 救金山遠景、消防局、警察協會、新橋服務中心等 今年申請獎學金人數超過150人 所發的獎學金超過2萬8千元 董事局每位董事都謹守崗位各司其籍各項工作 都得到董事局全體董事審核通過 麥主席指出 由於疫情關係 行安堂暫停向會員開放 行政收入也受到很大影響 但鄉親會員的福利從未間斷 各項行政工作也在董事們無私奉獻 和精誠合作下順利完成 許僅代表董事局 感謝各位董事 鄉親一直以來不離不棄支持本堂 希望日後會務精精日上 麥主席還介紹 恆安堂每兩年的董事選舉 亦因疫情被迫暫停 今年終於可以恢復 會員的參與度非常高 選舉過程也按照公平公正透明方式進行 何啟明副主席特別介紹了 信得恆安堂的選舉歷史 她說 在她記憶中 信得恆安堂選舉歷史當初 與現在相比要簡便一些 為了公平公正和和平地進行選舉 恆安堂決定聘請律師在場 與請社區機構職員協助整個投票選舉過程的運作 讓整個選舉在和平氣氛中順利地進行 喬布記者曾稱旧金山報導 旧金山市長布里德·無家可歸和支持性住房 旧金山宗教理事會和聖工會社區服務宣布 恢復旧金山教會東季庇庇護所計劃 這個計劃在不同宗教社區的參與下 為東季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所和善食 這個計劃到現在已有34年 會在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正式開始 溫營至2023年3月26日 並會根據每個站點的空間 每一晚增加30至80張床位 今年庇護所將在五個不同地點之間輪換 每個地點都以不同的宗教社區為代表 在整個項目中每天供應晚餐和早餐 所有站點都會歡迎所有性別 並接受18歲及以上的人自我推薦 家庭和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無法得度安置 但鼓勵他們去那裡找到其他住所 旧金山市長布里德說 我為旧金山無家可歸者恢復東季庇護所計劃中 許多目標取得了進展感到自豪 但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為有需要的人創造更多新的住房 對於露宿街頭的人來說 冬季是最艱難的 城市有責任為他們提供安全和溫暖的住所 我要感謝合作夥伴 宗教組織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個關懷空間 特別是在冬季假期 無家可歸和支持住房部行政主任 密克斯·柏登說 我為我的員工 旧金山宗教理事會 聖工會社區服務 和宗教界之間的合作感到驕傲 他們再一次應對一年的嚴峻挑戰 在今年冬天提供 甚至擴大提供住所容量和溫暖善食 今年冬天 我們將繼續與我們的合作夥伴一齊 為每位入住的無家可歸者提供溫暖、安全和食物 並與旧金山無家可歸者響應系統連接 教會冬季庇庇護所計劃 是旧金山市政府有關部門 與多個宗教組織合作運營的季節性計劃 僅限於在夜晚的庇護所 安置將以先道先得的自我推薦為原則 教會冬季庇護所由無家可歸 和支持性住房部資助 自三十多年前該計劃啟動以來 一直由聖工會社區服務運營 聖工會社區服務行政主任斯托哈斯表示 教會冬季庇護所是一種關鍵資源 通過提供安全住所、床位和溫暖善食 為需要的人提供安全的室內住宿機會 在街頭度過冬季不僅具有挑戰性 而且對很多脆弱並在與健康狀況作鬥爭的人來說 生命會受到威脅 聖工會社區服務致力支持無家可歸者的福祉 我們很榮幸能與舊金山市政府宗教委員會合作 繼續運營這個項目 舊金山每晚為各國社區超過15,000名無家可歸 和曾經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所 2022年7月在夏樂布山和市場街南社區開設了430張新庇護床位 另外在疫情期間 亦因社交距離而關閉的592張床位已重新開放 喬布記者將苗灣區綜合報導 佩拉爾塔社區學院學區所有4間東灣學院 在2023年的春季學期免除所有加州居民課程註冊費 並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機會 佩拉爾塔社區學院學區包括匹克尼史立大學、阿拉米達學院、 來里學院和梅里特學院這些學院先前實施秋季免費計劃 主要是應對新冠肺炎大內行期間 學生人數減少情況 來里學院校長帕斯考夫博士表示 在秋季學期後 學院的入學人數增加了15% 計劃可以得到實施的主要原因是 來自高等教育緊急救濟基金的聯邦資金 據介紹這4間學院不僅會免除科程費用 而且每間學院都會為註冊的學生提供額外資源和福利 在來里學院完成免費申請聯邦學生員助或夢想法案申請的學生 可以獲得免除集費、午餐、上網和筆記簿電腦、停車和公交車車卡 如果它們超過6個學分 或無證居民也可以免除學費和書本費 在帕克尼史納大學 註冊超過6個學分單元的學生可以申請一張價值150元的車卡 免費停車和學術補助金 而阿拉米達學院註冊超過6個學分單元的學生 將會獲得500元的書費和其他學術用品補助金 阿拉米達代理學院院長巴吉拉米博士說 這樣對我們的學生和他的家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可以幫他們省了很多學費 無論他們有沒有打算轉入4年制大學 都可以獲得學位、證書或專注於技能培訓 明年春季,學生和我們的社區成員都會在阿拉米達學院 找到大量免費的高質量課程 對於申請免費申請聯邦學生員助 並在梅里特學院註冊6個單元的學生 他們可以獲得600元的助學金和免費早餐、停車、網絡和不基本電腦 學生可以在11月21日在網上註冊2023年春季學期 橋部記者舊金山報導 由於半島地區面臨嚴重的住房短缺 聖馬雕軟正在探索規劃增長 以及在未來10年擴大和保護可負擔住房供應 最終計劃將有助於索造這個地區的未來 長期依賴相對可負擔住房來吸引推動就業和經濟增長的 新居民社區不可再指望這種優勢 這個院發布住房要素草案提供給公眾審查 這個草案蓋述了2023年至2031年未來8年的住房預期需求 2023年2031年住房要素草案含蓋了聖馬雕軟非建制地區 即這個院不在城市或城鎮範圍內的一半 這個範圍從農村佩斯卡德羅、蒙塔拉到郊區布羅德莫爾、翡翠湖山 再到城市不費以像樹非建制科爾馬 住房要素是解決非建制地區綜合住房需求的指納 住房要素的主要重點是確保為非建制地區當前和未來居民 包括有特殊需求的居民提供體面、安全、衛生和可負擔住房 住房要素草案納入在非建制地區創建多達3414 各種新住房單元的戰略 主要目標還包括保護現有的可負擔住房 支持低收入至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 以及促進就業和交通中心附近的住房 在12月18日之前 民眾可通過網上表格提交對住房要素草案任何方面的評論 或直接電郵給威廉吉布森 聖馬雕院議會將會在12月的定期會議上 就住房要素草案舉行聽證會 僑部記者將苗灣區綜合報導 聖河西市新槍枝條例將會在明年1月份生效 所有聖河西槍枝擁有者 必須購買含蓋槍枝傷害或意外射擊的保險 這是一項有爭議的首創法律 主要是想通過強制責任保險和向槍枝擁有者收取年費 來減少槍枝事件 年費將用於資助解決自殺預防、心理健康和承認服務 以及槍枝安全培訓或受害者賠償的項目 制定這個政策的李卡多市長表示 這是比聖河西遠離槍枝暴力的重要一步 他的辦公室說 聖河西每年有超過200人死於槍擊事件 李卡多說 在2019年和2020年 聖河西居民的致命和非致命槍枝槍擊事件 造成了9.95億元的損失 李卡多指出槍枝保險鼓勵更安全的行為 就像汽車司機買保險一樣 擁有安全駕駛記錄就會獲得保費折扣一樣 保險也可以激勵持槍者提高持槍安全等級 根據條例 聖河西居民的責任保險單必須含蓋因意外使用槍枝 而造成損失或損害 沒有強制性的最低承保範圍 槍枝擁有者可以選擇通過提供責任保險的屋主保險 或租核保險單來遵守責任保險要求 加州很多不同的保險公司都提供屋主和租核保險 槍枝擁有者必須填寫一份保險證明表格 並在2023年1月1日前擁有新效的保單 這份表格還要與槍枝一起作為合規證明 如果在沒有表格的情況下發現槍枝 將可能導致接獲行政傳票費用從250元起 根據城市文件 唯一免於保險要求的聖河西槍枝擁有者 是警察和持有隱蔽攜帶許可證的人 低收入槍枝擁有者可以申請豁免 但保險覆蓋問題可能更複雜 議員艾斯帕澤和戴維斯之前曾表示 很多保險機構告訴他們 只有家庭外的意外火災才有可能得到承保 疏忽或犯罪行為就不會 戴維斯說 來自不同公司的兩名保險代理人 其中包括自己的代理人都表示 他們的保單中沒有特別含蓋疏忽使用 僑部記者張苗灣區綜合報導 計灣區多個大型科技巨頭陸續宣布裁員之後 最近一個大規模裁員消息 是來自總部位於舊金山灣區南灣聖河西 電信技術巨頭C4公司 C4公司的一位發言人證實 將裁減大約5%的員工 即超過4,000多名員工 除了裁員之外 C4發言人布魯姆 在11月17日星期四上五的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說 作為有限業務重組的一部分 公司將合理調整他們房地產組合 但布魯姆強調 這不是減少勞動力規模 布魯姆說 事實上 在這個財年結束時 我們的員工數量 將與我們開始時大致相同 他沒有詳細說明 受影響員工會獲得哪些遣散福利 但表示遣散費和就業安置服務將相當豐厚 他補充說 公司將努力安排受影響的員工擔任公開職務 C4預期將生產6億元的重組費用 包括遣散費和一次性的解僱福利 C4公司自1984年在舊金山成立以來 就一直將總部撤在灣區 這個公司曾一度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 截止今年7月30日 C4全球員工數為8.33萬人 C4本季創下136億元的營收 成長6% 淨利為27億元 下滑10% 每股營利成長6% 淨利為27億元 下滑10% 每股營餘 每股營餘為6毫半 比去年同期減少7% 在136億元的營收中 有102.5億元來自產品 高於去年的95.3億 另外 有33.9億元來自服務 略勝於去年同期的33.7億元 喬布記者張苗灣區綜合報導 貸款利率的上升 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和股市的動盪 都使近幾個月的房屋銷售 和價格從創紀錄的大流行高氣向下滑 現在 灣區住房市場所有面臨的不利因素 清單上又增加了科技公司財源 有跡象表明科技行業的不穩定正在影響房價 根據加州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這個星期公布的數據 10月份 灣區現有獨戶住宅中的中位價 比2021年的同期下降了2% 降至120萬 科技重鎮舊金山和聖馬雕園跌幅甚至更大 舊金山的房價下跌了7%至170萬 而聖馬雕房價下跌了10%至190萬 在聖塔克拉拉園房價同比持平為160萬 但比前一個月下降了4.4% 房地產經紀人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奧斯卡表示 灣區科技界裁員最強烈會在冬季 因為在以往房地產行程也會在冬季放緩 但他預計高貸款利率將繼續成為影響房價的最重要因素 在上個月 貸款利率20多年來首次飆升至7%以上 是2021年歷史最低平均利率3%的2倍以上 利率上升是由於美聯儲提供借貸成本以減換通貨膨脹 對於很多買家來說 意味著即使房價已經疲軟 大多數買家的實際購房成本也變得更高 這個星期情況有了一些緩解 隨著通貨膨脹開始降溫 30年期固定貸款平均利率降到6.6% 這是1981年以來最大的降幅 但根據統計 目前灣區100萬屋每個月付款為6422元 在去年利率略高於3%的時候 這個價格的屋預付款為4708元 現在科技行業的動盪正在增加一個新挑戰 甚至在面書推特和亞馬遜在最近大規模裁員之前 灣區的科技公司已經減少幾千個本地工作崗位 總部撤在Paraauto的加州經濟持續研究中心主任利維講 雖然這些高數值的員工中有很多人可以找到工 但這些舉動會向所有人發出信號 即經濟和住房市場很脆弱 這個會導致更廣泛的經濟放緩 利維指出科技人員暫停港幻招聘 也可能會冷卻住房成本 她說如果說新科技人員是抬高價的動力 這可能會消失一段時間 以上是今日《金山之聲》節目的全部內容 多謝大家收聽